很明显 他不给菲克一个带节奏的英雄 对 就是这一首妖姬也是 这两个英雄都属性比较类似 对 菲克在最近常规赛数拿延续都没输过嘛 不过上一场输了就布兰克的不败金身被破了 对 现在在安塔拉拥有这个不败金身了 是的 沃夫这边把锤石鱼抢了下来 锤石挖队机 很舒服 哇 很伤啊 布兰克是2017年赛季20连胜 就从春季赛到现在是20连胜的一个姿态 哇 要抢瞎子 瞎子之前也是一个百分百的胜率的 是的 要把自己的杀手箭给抢出来了吗 好 最后还是换了 求一首文 因为毕竟这个版本瞎子偏弱 还是跟着版本走 对 跟着版本走 有挖掘机 有酒同情况下一般不会去选瞎子 是的 这BP很有意思 你看得出来两个队伍 哇 这边想了很久 还是相信自己擅长的 是的 拼一手 我觉得空马有大概率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有把握 你有自信你就选 再来一盘 对 你放我就再来一盘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拿跟上板一样的阵容 那要一样了 这个 我觉得布隆要半掉了 这个布隆 你再给对面拿了这个阵容 确实你团战感觉又很难玩了 对 你已经拿了垂直 你也没有这种不存在四楼你选布隆的可惜 吃过一次亏了 我觉得就不要投铁吃第二次亏了 我感觉空机机可能这盘也要准备选塔姆了 现在变成被要拿是梅蒂西的问题 如果我们来思考对面的阵容来说 他什么样的英雄 还是要按领导组合 那我觉得他中单位就得选一个 至少是输出比上一盘卡特林要更好打的一种 发条或者舍女之中的 就有AOE的吧 这边我觉得后手班位布隆和塔姆一起办 可以可以 只把塔姆一起办 搬杰拉 那你这又要放布隆啊 不一定 有可能把布隆放 对 杰拉加上布隆 杰拉可能也算是 杰拉加我就是 尊重一手科奇奇吧 对 控制链也很强 对 科奇奇他最近 就是下场的一个英雄 一个杰拉 那这边三星要开始扮中单英雄了 是的 知道你贝克尔想carry这一场 先把圣女扮掉 我觉得这边SQT就不要投铁了 布隆吧 锁掉吧 不然你这个又跟上盘一样的一个阵型的话 团队感觉又很难 又一个同样的控制链 塔姆 我盲森的把你踢出来 哎 这是唯一的不一样 不是 你踢 我说实话 有两个保镖 两个护法在旁边 你没有进场空间的呀 我感觉这盆SQT是故意放给三星布隆 我估计呼你会拿蓝博 就前面提到过的这种远程的这种 用蓝博砸你的布隆 你布隆盾是没有用的 砸你的猪妹和布隆 这我不怪你后排了 我是说明先杀你前排的打法了 对 我觉得打右一 SQT有点这种想法 卡尔马 中单卡尔马 这样输出不足啊 那蓝博应该是要一个抢了 对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 空里这边会不会直接把他的蓝博给抢掉了呀 因为他们这个阵型 抢卡尔马的话肯定是要锁蓝博的 先选一个飞机 抢飞机那就是补一手中单的一个输出 是的 确实你单点输出 如果用卡尔马去配合一个卡里斯塔 确实伤害太低了 而且飞机打前排其实不错 一技能本身是一个降双抗的一个属性 但是对面 我说实话 三星要选择他们一模一样的阵容 飞机发育空间也很低 哇 这个就是头太拳 不过SAT这个阵容 比上一排更好打三星这个阵容了 对吧 最后一手 上单选什么英雄 我觉得是总的 大概率是蓝博 我觉得他这个阵型选出来的话 我觉得蓝博真的很好 蓝博再配合飞机的插尔包 我们也看过好多次 哇 还要打存在 哦 有点铁啊 不服再来一次 不服再来一次 但是我说实话 你这个飞机有布隆在那盾牌 你能够打到的一个伤害 其实也比较少吧 但另一个点就是说 完全的不同 就是卡萨丁的属性是一定屠后的 但是 飞机的一个输出环境会比卡的更好 我飞机是跟着卡丽丝塔在打你的前排 这把布隆跟猪妹扛不了那么久 包括挖掘机 现在把自己场景出不来 但是虾子不一样 三星踢过来都更灵活了 就他可以在你的被动还没有触发的时候 我做完事马上跑 对吧 我踢一脚就跑 是适合时间赛跑的一名英雄吗 就三星是完全没有变化自己五个英雄的使用 而SKD 我觉得他们一定不是只有头铁这两个字形容 只是他们一定是 战术上应该也是有条件 对 他们一定有想法 打完一场之后已经知道了 三星这个阵容的一个优劣势了 对 三星这个阵容的命门在酷尾的 你不要让酷尾这个点肥 你的剑机能够把这条线带穿 你的阵容就很好打 第一就避免上一场我们认为中期的一个就是不该接团的时候 对不要去开 第二就是我觉得就算是平局被逼大团一个飞机在相比于上一场的卡莎丁 我觉得飞机好很多 好很多 你说像马卡丁一直频繁地提到就是进场就出了 对 因为布隆加朱妹对于刺客的限制很强 但是他对这种手长型输出的一个限制 你不仅点得到而且 你上一场基本上这个辅助以及这个打野后面全部都是误抗 因为他吃不到什么磨伤的 但是这把你要吃一个飞机是暴击磨伤的这种讯性 RMV神可能做防装的时候要更需要更多的一个金钱 好三星1比0看一下SKEY这把能不能张比书拉成1比1平手呢 好我们进入到了召喚师峡谷来看一下两边 这边基石天赋还没有上 我正想看朱妹这把是不是一样是一个具象 感觉三星这一把应该还是会抱团动一下的 因为毕竟有布隆嘛 这把变质带了一个恶臣 飞克尔要被看到 但是这边的话要被挂被动了 飞克尔这个位置直接学了W 学W 学W感觉有点伤啊 打的是一个延阙 前期要被压线的 飞机这种英雄前期堆秦本来也不强 学了个W 这感觉把他的挺伤的 他把飞机强行逼成一个卡三尼这感觉对吧 你学了W就跟卡三尼没啥区别 是的 有两个看起来会不会帅的男粉丝 SKEY男粉丝 对 诶 这边 感觉要被逼闪了 这个位置 两下交闪了吧 还好 因为这边输出不足 他是觉得 他觉得这边输出不够杀死自己 一技能耍一个巨像 是的 那还行 那这样的话是省了一手技能 但是这个回程时间感觉来不及了 这个回程时间感觉三星下路能转的东西 要压线了 这个一集团三星的中下占了点甜头 是 很伤 这种路人局已经要进去抢你蓝的那种那种优势了 就知道你前面缺一个辅助 但比赛中这样的路径还是比较少 这边飞克还是很凶 我一级学了UP6 我要上来点你 是的 我学什么不重要 我是飞克就是要点你 对 他带多蓝盾嘛 前面换血他是一个转的一个局 而且他是试血 但推线还是推不够了 嗯 诶 飞克这边是 直接选择往 自己的蓝走 那就是目标是双热路 双热路 这边要干可以波了 对 这边打完蓝buff的话 应该是升三级再下去吧 两级应该不太会动 是的 来抢了一个二 但是有W 诶 这个W很齐齿 没有在铺完傻石阵以后才飞 那这样子要 飞行中要被刮伤的 是的 感觉上一把 互尼确实自信打出来了 今天这个 一打一的状态下面 枯背是吃了一点亏 诶 勾子勾到 但是 勾到不聋 对 三星这边的位置很好 没有继续做军队 没有继续 一级路了 点了一个一技能 消耗能力也是不熟的 嗯 再吃一级近战兵 上到二级 双方的一个中单站位 都是靠在自己打野的一个位置 这边的话 布兰克刷到三级之后 是对中路有想法 但是对方的鞍掌门 是在后方进行一个埋伏的看一下 这边直接贴脸 B闪现的Q技能的话也是miss掉 B闪现其实已经可以了 嗯 这波 鞍掌门是正来吃核道线 嗯 并不是在一个反蹲的一个位置 所以 布兰克还是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时机 对 其实这一盘的话 还是看SKT中期的节奏吧 就是他们中期 一定不要再像上一盘一样 去强行接团战 就中期一定要让 互利这个点去带 把兵线给牵扯开 给予就是互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呃 拖发育的一个时间 因为他们想把这个 呃 胜利拿下来的话 还是得靠温带 因为他们这盘说实话 团战 硬拼还是拼不过的 而且要多针对针对一下 在困战的这个延续 这样延续飞不起来的话 SKT这边会前程区 会打得很舒服 前面已经针对了打一个闪线 对于 至少这吧 前面不会有这种 可能六级延续 就直接去上路拿人头的局面了 嗯 下路这边的话 双方打得比较求稳 嗯 两边的上单 其实技能给的真的都是很细节 哎 安长文这边对飞盖有想法 但是飞盖刷完线 肯定这个状态要回家的 啊 下半区的眼位 也是有看到吧 刚才安长文那个位置 啊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啊 和谐视野那边是卡了一个草丛的 对 中卫确实也是偏黑客气 前期的做事能力 我觉得甚至比九桶这种都还弱 嗯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以反动为主 因为毕竟来说上路舰机有Q有W 你是杀不死的 然后中路飞机也有W 你基本上是动不了的 Crow已经贴得卡被动下来 但是随时做的这个眼睛时间刚刚好 要看到Crow的一个位置 而且兵线的位置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有一点机会 但是已经看到了 这一波要墙上吗 给个灯笼 这波扣熙熙的这个走位太过于靠前 SK这边栓论是察觉到了 嗅到了 Faker这边的话是亏了一点兵线 也没有用自己的TP 这边控制着位 就要被排 这边Crow的话贴墙 但是不敢打压这边 不敢打自己打也不在的 打也在家里面 这边一脚踢到了 敢不敢过去 负一个1 不让你踢 不敢去 Faker这边亏了一点线 也不用TP的 也是怕 延续这边到了67之后不好去支援 有时候把TP省下来 对 这一盘的话 忽利其实在对线方面 比上一盘做的还要好 上一盘我记得他线上对线的时候是死过一次 同时补刀 并没有像这一盘压这么多 这边是压踢 还压十刀了 而且现在整个河道右侧的视野SKT前期 已经撤动了 Black这波完全过来就是做视野 对 Black这一盘没有去上活下 就一直为了中路做很多的视野和事情 这边KUV也是利用自己的一个护盾 换了一下血 但是打尖心里这样换血还是亏的 主要这波回家KUV少石刀少掉的一个装备 少满多的 对面是 哎但是安掌门来了 不过安掌门说实话 这一波想强杀还是很困难的 无所没有晕住了 还闪 Q闪这边直接击飞 但是后续去够不够 打晕伤害够吗 不是很够了 这个肯定不够了 这如果干渴完之后 你是一个珠妹啊兄弟 三星的上野状态有点惨了 我觉得如果那波要这样杀的话 这边直接灯笼过去 一技能扫回来 这边要动双入 看目标是要打谁 想杀入了这边接闪线 一闪贴到 Q技能还在手上 但是这边治疗拉开距离 看看输出够不够 还差两下给治疗 这个被拔毛给暴死了 这波杀意诀真的是 博兰克这个一闪做的真的很好 一闪就是减速 我很稳定的去拿女人头 而不是堵这种 听音波这种 有机会去被你躲掉的技能 对 而且说实话 这一盘的暗掌门 他的那一波尝试性杠口 其实成功率真的应该是很低的 对方的血量很高 你面对这个是一个见机啊兄弟 如果那波要那样伤害 应该是枯北要搅一闪 而不是暗掌门要搅Q闪 对 不过忽利没有闪现 下一波三星上野都有大招的情况下 感觉更容易杠口 不过这边布兰克也是来到了一个上半区 要蹲一下 哦 红buff刷新还是先拿红 下半部看到对方动手 没有拿到人头以后 SKD在下半部抓到了一血 这个一血抓的还是非常的及时 这一波换血忽利稍微亏了一点 等级下有压制 而且手上握大招 也不会轻易跟他打运 毕竟刚刚已经打见机容易被躲进了 嗯 只要你大招挂下去以后 见机反手看你的大 你是打不赢的 对 忽利这个阶段还是要稍稳一点 自己没有闪现 Q技能躲过忽利的一个Q 躲W 然后用W留着躲对方的一个E技能和大招就行了 就见机单挑是百分之百可以打得过这个轻上引 中路两边互换血 诸美到了 在侧面 但是飞卡肯定是谨慎的不会进草屏的 手上有闪现 R技能要直接丢到也是很难的 诸美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慢 大招 黑色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这边顺势可以过来反这个蓝buff 上路固域的血线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想法吧 这边利用被动打一下 直接是挂了大招 那这样瞎子要赶过来了 这样 看一下这边 布兰克 趁着兵线进打 要强杀了这一波 你先踢出来 Q技能跟上 那这样没有躲掉这个Q是必死的 但是这边大招还差一下没有摸 也出来了最后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一盘布兰克的一个节奏还是非常好的 是的 会给大招感觉是想尝试躲一下 不过Q弯这一波赶过来有没有机会开启了急跑 要去追狐狸这一波的话是没有蓝buff 有没有一个Q吗 好像没有 出了放到七手了 狐狸这边走不了了 知道走不了了 这个画面跟上一盘有点像 就是这边眼圈支援过来 然后见机没地儿跑 只能往他脸上Q 这边中路要去凶一下飞盖 但是肯定没法杀的 知道这没蓝号 假兵也是去中路不是下线 上路这边是出事了 但是好在Q弯是闻到了这个人头的一个味道 不过这波兵线吃不到了 这间机复活是没TP的 对 但Q弯其实也可以一波线 Q弯露了更多的兵吧 毕竟Q弯现在才七一级嘛 下路现在暂时稳定下来 普拉克慢慢要摸下来了 普拉克这场很主动 是的 Ruler和Q弯都没有闪现的 不过好像也没有闪现 好像是打蛤蟆的时候被三星的眼睛看到了 而且飞盖这一波是有炸药包的 对方的一个双日路的双招都还没好的情况下 看看有没有想法 对方都没闪现 那三星这边还是比较困难 看到盲松中的时候应该就直接回塔下了 前面那个蓝是反到一半直接是继续杀人了 没有反完 双方中单同时拿到蓝buff 这波AD都回家了 所以凹下的机会不在 想要来中路尝试一波 上路又在火兵 但是Q弯肯定是拼不过忽利的 现在 就虽然说你这边是出了一把耀光 但是 呃你的技能容易被躲着 是 哎 加油包子都逼掉了 上来又一波对拼 还是 哎换血这一波是换转了 嗯 因为忽利这边是没有叫W 而且Q也没有躲到技能 嗯 强推进去排了一个眼 嗯 往对方 现在中 中路这边crunch跑不太动 因为飞可也有蓝号 推卸也很快 对只要飞可把矿给看在这儿 其实上路忽利就可以很开心的 压这个Q弯 是 呃下路因为拂出去 游到中路来见视野 远远的路了使用Q技能补刀 嗯 不如这边近的 这么远的呀 可能可能知道 虾子不在下半区 嗯 这边强行补一个深入性的视野 只有中路要打吗 这边抬过来 这边吓得直接出来 但是 侧面有朱妹和对方辅助的一个反盾啊 打着极限距离没有命中飞可 已经是减速了一点 对 飞可这边也是 看到有可能有人 这边从时侧面打起来 是打到对方的一个辅助 这一波主要是如热没有赶过来啊 如热这边被兵线所牵制 对 抓到了一个落单的辅助 对 是的 中路这边 这苦难了吃最后一个Q技能是把飞可的闪线也逼出来了 感觉这波是交的东西有点多的 因为你想想看 剑机是交了踢 而且 ATC都交了大招了 嗯 这波交完 其实我觉得三星并没有那麽的不得接手 而且上路呼吁要去吃线的话 感觉严阙想关门啊 这一波想三人月塔 而且飞可这波是交了踢批 要去追狐狸 实际上也是意识到了 实际上重挡了那一波死川 对 这波很激情 但是他不敢吃这个兵线啊 要抢一斜塔了 医学塔有机会 三个人强推的话 远程小兵有点多的 而且他队友在拿小龙 这个医学塔应该放 只能让了只能让了 不过兵线感觉不是很多 应该还是能拆得掉 推到一波 想走 减速到 要晕到了 插最后一下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不是 这个塔要放的呀 留住人了 他这波在想什么 他想上去吃塔的 兵的经验吗 有可能 我觉得没必要 你就等他们拆完塔再吃就行 就少几个兵吧 刚才 这样的话一波细节失误的话 上路的一个二塔 感觉还要被磨一下 而且这个人头是给了枯萎好像 对 这一波很伤 还好没有退二塔 就只是把兵线带进去 损失一些兵线 这一波青光影是被解放出来了 等于一条土龙换了一斜塔 但是多给了一颗人头 对 中路这波兵没有人补 也扣着这也是补了一下自己的经验 嗯 这边也是找到一个机会 磨了一下中一塔 但前面他的 虽然有了耀光 但是有一个布隆在塔下 他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去把这个塔给磨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就是扣着这就在游走的这个位置被抓到了 坐眼太深了 坐了野区视野坐得太深 他坐王还绕了一圈再出来 他没有圆住出来 而且这边闪现撞墙了 不过后排还有一个TP的虎女没办法 是 这天罗帝王已经走不掉了 这边也不能说维鲁斯没跟 因为维鲁斯本来就是在塔下 刚刚在猥琐的等一波刀 因为布隆很久就已经去游了 因为布隆主要是没和自己打野一起联动 他自己进场的进对方野区的话 确实太危险 就布隆做视野的一个时间点 是卡在对方的一个下路式一个推进兵线 自己ADC可以在塔下安全吃兵 同时对方的打野在上半区的一个时间点 去对方下半区做视野 你一般想进攻视野的话 中下的兵线一定要先去推进 就推到对方塔下的时候就要更安全 如果被他做到的话 就有可能像刚刚上一次那种 盲森下来就提前看到 就是这种深视野有些时候就是 他的风险高 你去插他的风险高 但是收叶也高 因为对方也不知道那里有叶 就很难想象到那里会有叶子 就有些东西越深有些时候越好 我说视野 对对对 就别人想象不到那么深嘛 差的视野 你得我知不知道有多深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场对决 上路这边拿到了一鞋打以后能不能赢 但是好像追不上 现在暂时是一个提亚马特打三分之二之力 这边盐确实在往下半区移动 但是发现对面推完兵线好像没有过多的一个动作吧 还是要回中路首线 SKT现在这个阶段的作战能力是优于三星的呀 飞机马森再加上垂石的一个配合 而且这边盐确也是比较球稳的 先出了一个 然后这边要拍团 拿回去之后砸到一个盾牌上面 看一下已经扫回来 这波的话要动手 那猪妹来了 后续这个大招威力还不错 不过这边一脚把入了给踢到一个后方 那边要直接杀入了 把这边被动打过去 基因半这边又跑不掉了呀 掉了一个死亡闪现之后 后续虾子感觉也要死 这波是打了一个TP差 对方的一个忽利是没有TP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战斗力强 只有存在于把猪妹不考虑的时候 猪妹反蹲这个太威 就是他那段时间还有伤害 杀了一个辅助 杀这个布隆是不该的 用了太多技能 如果能找到入了的一个机会 这样强杀是可以的 你强杀一个辅助而且这么肉 确实得突起 下塔感觉就掉了 下塔掉了 而且上塔似乎拆不掉 中路这边也拆不掉 Crow已经用自己的被动赶来了 上路剑技没有磨量 所以不敢硬拆 因为这时候如果金刚引过来 继续追击他的话 金刚引有大招 他没有蓝号 他上路的塔已经掉了 他要被追一条街直接给带走的 这边要交TP 这边狐狸TP已经好了 强杀中路要打一个人头 如果这一波是有闪现 但是没有一个治疗的 闪得过去吗 闪过去了 但是这个位置狐狸很危险 狐狸很危险 狐狸被打晕了 狐狸这个位置被激晕 有灯笼点到 就被激晕 两次被激晕 有灯笼点到了 闪下去 闪死了 闪死了 匣子跟上 但是这个位置感觉打不了了 最后一次被动 再晕 这个双晕完全不讲道理 为什么 对方拿了猪妹不办布隆 这个真的 没有 没有任何道理 就SKT为什么故意放这个布隆 这我说实话 刚才狐狸也是知道 RMB是在墙后面的 有视野看到 确实如果只有一个 鞍掌门 他应该救不了 但是第一是鲁尔一个很漂亮的闪现 鲁尔撑到那个最后一秒钟 就感觉他再玩闪一秒钟 再被砍一个破 再马上死了 还好是酷尾不敢去单杀 猪妹3-0了 哇 这个猪妹感觉中期又打不动了 对又打不动了 刚刚还在分析 就是这一把有一个飞机助拳 但是 但是 他的成长太快了 要去开 棒这边的话 棒这个位置没闪现 直接被踢开 原地有在弄 但是没有办法点 还差一下普攻 最后缘远的一键就收掉了 但是塔下这个 酷尾也跑不掉了 酷尾被成龙摆尾提到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但是安长们再度的过来 是有大的 不过对方选择要先拆塔 这边塔掉的时间 感觉SGD要小心 挖了一个被动 没有选择上 那这样节奏完全被三星给拿走了 对 那感觉SGD这一盘 感觉局面又跟上一盘一样 而且他们这边见机还没有上盘的发育好 原本前面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 见机是领先的 但是从对方开始越上拿塔 然后到下路这波见机传送 又没有拿到东西以后 这个局面要逆转过来 对而且我说实话 现在SGD一定要明白过来 见机不要去打团了 见机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你就去担待 因为你团战 对方有朱妹和布隆 你的一个发挥空间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包括刚刚之前提到的 就是飞机和盲森一起走 这两波的话都是布莱克自己去配合沃夫找机会 这边要去抓带线的HUNI HUNI这个位置是没有意识到安长们的位置的 这边HUNI还想去单杀 HUNI没闪现 这一波如果HUNI落头的话 他要打了 这波完了 HUNI应该是没得跑 没得跑 这边只能敲盘打 想换 有机晕的 W的一个应用 没有应用 我有三个晕 对 看你想打哪一个 再加上一个Q的集飞 就是三个晕有一个来自青杠你的E 就加上我一个Q的一个短集飞 你有四个技能 你只有一个西洋剑 这一波想用峡谷游泳去换这条小龙 看一下这波来不来得及了 中路的话是大埋伏 对方人不过了呀 SKD这边的话感觉有点想多了 这要开有点难的 对方有闪 你随时 对方双人线没闪 而且下路这个兵线怎么办啊 感觉三星知道你啊 三星知道你的做半步 就下路这个兵线没人去管的情况下 Q已经没二塔了 飞机过去了 那但是你这边 对方打小龙的时候 并没有狗断去打这个下 你二塔没了呀 哇 而且这边有大招 要开 这个是真正的太坏 在塔下想反杀 但是被抬了回去 飞机过去很危险 意思是没有换掉公里 而且QRON也可信了 也要死吗 也要死吗 没有死 而QRON被塔下换掉了 还行 这一波的一个格挡 举得很好 这波格挡如果没举 要被带两个人 对 而且QRON刚才是扛塔的 对 但是这一波来说的 还是三星赚啊 拔了一个二塔 拔了二塔 然后拿一条小龙 所以SKT这个峡谷前锋 是失而复得了 真的 原本 他们刚刚是拿峡谷前锋 做一个诱 因为我一直在看 我觉得三星很冷静的处理 就是完全不靠近 左边那个草丛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峡谷前锋那边有视野 后面我看清楚是没视野 所以三星就是 我可以给你峡谷前锋 但我不会接受被你开到团 对 而且你看一下阿甲们这边 狂徒又来了 又做狂徒了 以后我们就知道狂徒打野好了 一个狂徒打野 狂徒竹妹 足够肉 主要他拖战完以后 马上就是又是一个全新的竹妹 主要是他拖战不光是回血 他还能回被动的 就是他等他被动好了 我再打第二轮 对吧 他的被动真的很肉的 狂徒 而且他营养够了 而且他这么肉的情况下 他第一波进 拖进去之后是绝对不会死的 他太肉了 而且对方说实话 这个飞机加卡里斯塔 虽然说打得动 但是打得也慢 这边的话 布兰克要来帮一波了 那也确实在旁边啊 这边要卖了 狂徒这个位置又被卖了 W挡没有挡到技能 这边想换 一四卷没有换掉 下次过去想去接一个补光 最后有前一击 有没有机会 这边直接一击拿开距离 感觉布兰克也要交了呀 反身W 对方的猪魅已经巴了过来 感觉布兰克这个位置 没有任何的机会 一技能收掉布兰克人头的话 正面战场也开不起来 开不起来 感觉这一波SKD 已经是被打得完全没有节奏了 闪现要开 闪现要开 扣在这边给扛很久 举起了一个盾盘 还有一个闪现力了 这边没有人控制 只有2小了 安长门登场一个大招 直接手探全在身上 在地上一个控制卧服被卖掉了 下路这个光是台 已经是被突破了 没了没了 下路高地没了 水晶也没了 而且菲尔尔这个位置回不去啊 安长门这个猪魅太肉了 现在他可以过去 就打断你回去就行了 他可以就追着你给你打 对 给你打这个 30秒你应该射得不少 下路水晶没了 中二他也失手 这节奏已经是完全没了 20分钟这样的一个劣势 SKD这个阵容要翻是很难的 哎 这边的话要背水一站 飞机要踢 但是远远的看见了一个 扣接接走过来 还是放弃掉了 你下来直接被普通挂过被动 你飞机打了 两下普攻 可能就已经被杀了 这边峡谷远峰是放到了一个上路去 做一个卖推 这已经像是一个 号力军起的一个炮车了 但这样来说的话 SKD现在在21分钟 已经是落后了一个7000进气 同时阵容来说 团战没得打 现在单代带不出去 就很尴尬了 这样只要是三星把节奏再一步加快 下一波逼大龙团 SKD感觉想翻就有点太难了 感觉比SKD打KT那盘还要难 但唯一SKD能接受的一个点是 其实投给到猪妹上面并不是三星最想见到的 因为我与其要加强一个猪妹的一个肉度 不如是让我的双C有爆炸 但是上单这个领先已经太大了 对 但现在就是 领先这幅大的话 呼你完全是大部分 这边要开团吗 目标是找中路的 没有闪现的路上 这位飞克直接捣乱不过来 但是对方有TP 不论跟大招风格战场 下次这个位置被定在原地 这边直接被抬了 下次可能要掀死 这边搭不了的 但是沃夫和下次双双一命 呼吁这边 一个大招震住了棒 棒这个构枝跑不掉 棒也是震完的话 感觉飞克这构枝也看到了 拿下三招的crown 应该是要强行去推 对方那个中路的一个高地了 这不用大龙 已经两路高地了 SKD这一把真正很选择 他们要两个一起拉 两个一起拉 和上排一样 两个人推中 三个人拿 这个SKD真的是头铁啊 这个还要去打团战 他们没有这种孤能打团战啊 就第一盘打完之后 我觉得他们敢去放这种可能是 教练在下面去跟他们进行的一个阵容总结 让他们在这一盘去进行好一个分带的一个拓示 但是这一盘 他们在中期U去主动找团战 这个就有点看不懂了 这个说实话真的 团战 你去跟对面这个阵容干的话真的干不过 打到现在的话 我这14 先看一下这里 大龙人打的 没拿的 在十四五分钟的时候 其实双方是持平的 那个时候Blank去下路做一个gank 是没有和飞克一起去 那一算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分析点啊 先看这波 想第一时间找入了 但是如果这边拉开了也很安全的一个距离 这就办法了 Blank的金钟罩上来以后 拉了一个灯笼 结果双双被石川给穿死 另外一边 滑板鞋这边被 Kufei进来 就这一步的团战比上场更难打的原因 是因为Kufei现在领程太高了 你滑板鞋是我可以一个人进去就让你的滑板鞋 没法滑起来 没法滑起来 对 你就是一个溜冰场 你曾在这里面滑 被关小黑屋 对 被关小黑屋 很难受 这把变比上一把还难受 这把他已经打不了前排了 他现在就是光是跟这个青杠椅 这边也许已经开始疯狂压制 拿下这个 后半步感觉 中路高梯是要放的 中路高梯是没有塔的 那边直接关门 要强行吹你的一个水晶 我拿你中路水晶 然后保上路青杠椅的一个单拿二塔 然后上路的平线进来以后再完美地转上 我说实话这把SGD基本上翻不了了 因为你就看对面前排 这个猪妹的坦度 那翻了你要不要陪我一起 应该是 这个真的翻不了 这个真的翻不了 这边强行推之后 直接要开团吗 踢过去把人赶走 要先破三路 你进不了场啊 正面有一个大山的一个猪妹 挡在他面前啊 三路高破带着大龙buff 要强行去点门压塔 SGD怎么防守着最后一波 直接进牛球吸回来 还是想开一波团 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啊 打不出去 你到了一个梅压塔 这怎么办 勾字也没有勾到人 三线的兵线要带进来 这梅压塔第一座已经只有半滚血 这边猪妹完全是无视力的输出 强行顶你的梅压塔 胡动卢三就站在这边点你的塔 没有人想动这个鞍掌门 抬脚进去 但是不然他直接是被定 而且踢过来一个猪妹 反手帮助对方控制自己的后排 半这边被盯之后 半阵亡 那鞍掌门拿下双杀之后 还在驱赶对面的输出 只剩下一个狐狸在前排去追逗用口罗 但是对方可以无视力的人员 又被打赢了 三杀 哇 三杀 三杀一次 三杀 三杀 二比零 干掉了SGT 下季赛两次双杀 哇 这个确实测两把同样的阵容 感觉SGT的策略团就不上他们一贯的作用 我在想 三星 三星教练的那个采访 是不是烟雾弹 就一直在说RMB是在这边装采访 而且装的需要休息 需要Haru 然后RMB是这边两天憋出一个大招来 哇 确实没有想到 就按赛前他的采访的话 我们可能分析会上Haru 对 但 确实这个阵容让SGT吃了一个闷魁 因为这个阵容就是SGT没办法去跟他刚刚 其实SGT第二盘的这个BP已经是改善了很多了 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十四五分钟的时候 芒森如果和Faker一起走边路的话会很好 因为当时Faker已经可以主动去推现了 而且Faker的那一波炸药包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跟着自己队友一起 就是你刚提到的 他没有跟箱子进行一个联动 他如果和虾子中野一起联动的话 下路那一波三星是完全招待不住的 是的 包含了在LPL对上LMS的这个周际赛的第二天 就倒数第二天那篇比赛 就是你看到延鹊大量的是被LMS使用 然后当时LPL是觉得飞机优先级很高 结果打完了LMS以后 其实也是从LMS上面学到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看后面那一天比赛对上LCK的时候 韩国队与飞机优先级还是挺高 但是LPL对延续优先级提高 然后后面回来总结下来就是 飞机这个英雄大家理解